總共現在那個補發現金是不是時間點會落在4月份 照正常程序,今天要執行 照正常程序,今天執行以後下禮拜第三次,復回審查 到禮拜四是3月9號 然後還有委員會學長,還有院長來組織朝夕夕 這個有法定的一個月的冷凍期 假如委員會審查完畢以後,大家有共識 可以排除一隔月的冷凍期,提早表決我們樂觀修程 這樣就當然有可能提前發放 否則的話還是都在4月中左右 因為今天4月11號因為通過以後,總統有公告嘛 三天後嘛,那也差不多4月中 那實面做好所有準備,時間到馬上處理 我們在這個服務院,在一黨,我們是不是能夠排除超越審查 一個月的冷凍期,來提早處理 那讓大家提早到手 好不好 好,謝謝,總統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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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想有關於特別條約 以及發放現金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有法律面 法律面以及議上面的問題 首先在1月18號的時候 朱委會超鄉一個月 所以最快1月17號才能夠表決 那表決以後 當然這條版本有四個版本 四個版本大概有國民黨的版本 和我們版本有很大的差異 也就是說國民黨版本只有發放現金1萬塊 那民進黨版本是不一樣的 那時代利亞 還有民眾黨 都和民進黨差不多 只是在第三條 第二條上面有9款 我們有9款 民眾黨只有8款 那時代利亞的款內容不大一樣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國民黨版本是完全不一樣的立法體力 總的來講的話只有8條而已 那我想今天我曹菲學章 曹菲學章 曹菲學章沒有結論的話 當然就是表決 然後在1月17號 18號表決的話 那行政院院就要在 接下來的禮拜四 就23號 行政院院會通過 因為條例通過總統公告三天嘛 那這一塊是2月23號 禮拜四 行政院院會通過預算送來立法院 剛好又要復委嘛 那差不多3月23號的時候 復委審查 那同時 院長要來備行 備行完畢後再復委審查 審查案以後當然有 所謂一個月的時間嘛 所以這樣算起來大概4月10號 那一週 可能就可以完成 這是有關於整個程序的問題 這些程序 沒有一個人能夠把它減免著 也就是說都要走過每一關 它已經要備行嘛 要復委審查 那不可能各黨會放棄一個月的反通冷卻期嘛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可以在一定的 一定的進入中間 可以預測它可能的時間 那大概4月的第二週吧 那相差五幾啦 相差五幾 很像就是說有關於這個 院長等一下會來 他也對這個程序非常瞭解 昨天拜訪 院長的時候 大家也把這個都對焦過 當然另外有一個程序 我們立法院必須出議 也就是說 要復委審查的時候 立法院的委員會召委要選出來 委員會召委選出來 跟委員會要重新組合嘛 召委要選出來 才可以審查 所以相對這一部分 立法院的一些在選舉的時程上 也要同步來配合 好 你送報告 好 快來了 快來了 登場結束 登場結束 謝謝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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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大陸的版本 進入二讀 你們的版本進入二讀 行動員版本到委員會 聽起來有這種事情嗎 不要自己在設計自己在爽 然後用這個來 這怎麼是俄系嘛 高達3800億 夾帶東夾帶西 到時候選舉到了大傻幣 過年前就有發下去 我一直講說這是天王夜談 在要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片封面 在場面 進入今後 打開 衣服 打開 閒門 打開 症 民進黨的高官們 你們瞞心自問一下 到底了不了解有多少的民眾 沒有年終獎金 多少的民眾需要借一點點錢 來去過農利 不能苦民所苦的政府 就是糟糕在上的政府 安全完全的空白受選 今年是選舉年 到時候拿來去綁裝 拿來去買票 難道我們就要認知眼閉不眼 民進黨就利用這個機會 說大傻幣拿做煙霧彈 民眾要的是在過年前趕快發錢 民進黨故意把這些案子全部包裹在一起 夾帶過關 為了能夠早點拿到錢 其他的東西就可以讓他含混過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的一種行為 要用三個字來說的話 就是狀況外 反應是太慢 普遍社會大眾的經濟的痛苦 這件事情上面 他比較沒有感受 了解 然後來補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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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